就這麼簡單的兩張 兩倍 兩倍 再兩倍 現在倍率 34000 好扯 可以耶 我這無盡模式好像真的會玩到無盡耶 大家有玩過殺戮金塔之類的爬塔遊戲嗎? 它是個Rogelike遊戲 但現在沒想到連破顆牌也可以Rogelike 這款遊戲出不到兩天呢 它已經有2000的壓倒性好評了 看一下這遊戲到底有什麼好玩之處呢 Rogelike的類型呢 就是每一輪都會是全新的一輪 那裡面會有一些隨機的事件 那你要去選擇對的東西排列你的牌組 然後去獲勝 那這邊呢 它這個小盲柱 大盲柱 然後這有點像關卡的感覺 這第一關 第二關 第三關 那我們這邊先直接選擇 我們進入關卡 回合1 這邊的牌呢 它就跟破克牌的大小是一樣的 最大的還是 銅花順 那再來就是4條 然後葫蘆啊這些如果有玩牌的話 大家應該蠻熟悉的 那它上面呢 會有藍色框的籌碼 再稱一個倍率 這個倍率8呢 就是這個牌越大 它這個倍率就越高嘛 銅花順最多是8倍 那最小的就是高牌 這個就是 最大的那張牌啦 就是那個A系最大這樣 那一般的就是對子啦 然後兔胚啊 這樣的感覺 那第一關我們要過關呢 要獲得300個籌碼 這邊出牌最多一次可以選擇5張 但是我們也可以選擇氣牌 我想說我們來湊一個銅花好了 銅 怎麼都沒有梅花 欸有嗎 梅花掃一張 我就硬湊出一個梅花出來好了 氣牌次數是有限的喔 我們剩下一次的氣牌量 那重點是 這個牌呢就跟布克牌一樣 只有52張牌 你丟光了 欸那就結束了耶 沒牌出的話那就沒了 欸為什麼拿不到我的梅花呀 等一下喔 我們好像可以56789 瞬子的話是4倍 那銅花的話其實也是4倍 只是它基礎的多5而已 所以銅花跟瞬子沒有差太多耶 不然我們直接先出吧 56789 瞬子 然後它每張牌呢 還有額外的籌碼加成 好越大牌那個點數站就越高嘛 這樣我們就獲得260的籌碼 那算是得分喔 那接下來我們出牌之數也有限制喔 這一關只能出5次 哇我的3有TD耶 那剩下一隻我們就放最大的 因為這個籌碼會增加 喔它這邊在燃燒代表很大喔 4條 喔不會啊這個不會增加耶 這要配在這個牌型裡面才會加 哇500多 哇剛剛一開始如果有一個鐵枝 那我們直接獲勝耶 那這個回合數消耗的越少呢 我們獲得的這個錢也越多 把這邊換成現金 這個現金呢是遊戲中 每一關可以買東西的貨幣 那它有一個特色就是這種小籌卡 這個小籌牌有點像裝備的感覺 會對某些牌型有加成 另外還可以提升牌型的等級 去增加它的倍數跟基本的籌碼量 可以看到這些牌型呢都有一個等級 那是可以靠這個買東西去提升上去的 那它也會計算我們剛剛發了幾次 像順子這邊一次有技術啦 4條這邊一次 好這邊就可以看我們最後的牌型 到底哪個比較多 左下角還有一個禮券 這個要10塊錢 有點像遺物的感覺 會永久增加一些特殊能力 它這邊會有行星牌 這裡有特殊的牌 這裡也可以買 那這個是開卡包的感覺 來買一包吧 沒想要在布克牌裡面還能開卡包 有了 行星就是加能力的 我們的各種的牌型可以增加 哪種牌型比較常見啊 對值這個才加一倍好像沒有很多耶 銅花順 銅花順 銅花我覺得蠻容易湊到的耶 我們可以選兩個 那去提升高牌這個好像還好 但是因為每一輪我們都有出牌的數量限制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錯比較大的牌型耶 等級2提升了 所以我們牌型就是做大牌吧 所以銅花順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這個好多喔 倍率 這麼誇張 有辦法打到銅花順我就能賺1000多的籌碼 好那我們進入下一回合 那這算是第二光大蠻柱 這邊要450分 那也可以跳過 跳過的話會有一些獎勵 但是你這一輪就沒辦法賺到錢了 有好有壞 沒關係我們先來看一下 喔牌好像不錯耶 這裡好像直接就有一張銅花捏 銅花直接先上了吧 這樣基礎就有600 欸有300 然後點數加一加 會不會直接過關啊 欸會耶 這個直接合540 哇開場手牌直接銅花 直接過關直接獲勝 4塊錢 然後回合數還有4次 也有4塊錢 但氣牌不算錢 所以氣牌的話 你可以多多氣牌 去抽一個更大的牌型出來 轉換手牌中 所有卡牌成一種隨機點數 所以這樣使用的話 牌會變怎麼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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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3 我的牌裡面就會變成一堆3 這個對我們這個鐵枝是不是很棒啊 好的接下來我們進入小BOSS關 煤花這邊要600分 來囉 我們一次的4條鐵枝 哎呦 煤花牌不算分 每個關卡有特殊的這個 負面狀態 那我們就湊3好了 我的3很多耶 我們隨便湊應該都湊得到吧 哎呦有沒有辦法 同樣的鐵枝之外呢 再加銅花 因為我那個牌換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的黑桃3 有 有 也有4張 欸有5張耶 我有5張黑桃3耶 OK 333 啊差一張 可是可以先鐵枝啦 我要先鐵枝吧 我們再開個幻靈牌 看一下能不能把牌組再做一個變化 摧毀手上隨機一張牌 然後新增4張加強版的數字牌 這個是加強版的兩張A 欸這是A耶 那A的數量會增加好像不錯耶 喔 我又多兩張A了 我這個布克牌的形狀會有點神秘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二砥柱 有點像第二大關 所以全負的話看起來是有八大關喔 來看一下我們的牌 加強了A 這個直接就有倍率了 那333 來吧我們就是 3 3跟A系我們都留著 來吧 來個3 有了 3333 然後這邊呢 我們剛剛換到變成鋼鐵牌 這個牌在手上的話 倍率還會1.5倍 3333 然後 1 哇這個直接乘以倍率 然後這個再乘以倍率 欸好讚喔 喔它倍率是加上去的 一發就解決了 好像真的這樣比較好喔 進入下一關 大忙柱 欸這邊可以直接拿兩張小丑牌欸 我們跳過看看 欸直接多兩張 可是是隨機的喔 半個小丑 如果打出不超過三張牌 倍數加20 還有名片 打出花牌有二分之一的機率 再獲得錢欸 哇好讚欸 那接下來要BOSS囉 這裡有一個限定是 一定要打出五張牌 喔OK 更多的限制來了 那333欸有囉 鐵枝的喔 不得了囉 好那剩下的 我們的黑桃還真多 好 最後樣子 出牌 這樣有 400多 加成 你看這個每一張都加30的籌碼 哇很誇張欸 這不得了 哇再12倍 哇直接3600 哇這個倍率 這個組合好強 我們排型出來了耶 沒有錯這種遊戲就是要抽一個這樣的build 好讓我們這個排型加成會越來越強大 那因為現在我們的排型好像蠻強的 所以我們選擇跳過 這裡有一個投資 那這個打敗BOSS之後會獲得15塊錢 好像比我們這個戰鬥還多錢 那後面第二個剛好是 每跳過一次他就會再多5塊錢 所以我這樣跳兩次就可以賺好多錢喔 跳 然後這個這個再再跳一次 會給到15塊喔 他這本賽局是我們這一輪的遊戲耶 所以這邊會給到15塊錢喔 那好讚喔 有嗎 錢呢 喔喔喔喔喔 好多錢 那只是我們沒辦法買東西而已 那接下來我們打過這一關 會有額外的15塊錢 七分之一的機率 以面朝下抽出 啊不就代表 我看不到那張牌嗎 好來看一下 我的三 哇 蛤 這個是三嗎 這看不出來耶 這個打出去才知道喔 這麼狠 這個 照這個排列應該是3啦 他還是會照大小去排列 但下面這個裡排的呢 有看點數排列或花色排列 所以這樣我就知道 這兩張一定是梅花 欸不對耶 他的方塊放在右邊耶 這可能是方塊也可能是梅花耶 完蛋 認不出來 我們來試看賭這一張是梅花 你是 你是方塊耶 讀錯了 350 欸其實我們這樣加強之後 一張牌一張牌出 其實也很強耶 沒關係我們這個先 這應該是A吧 沒意外的話 這樣 nice 而且是加強過的A 這樣A就有加倍率 沒問題喔 然後這邊又加30 哇這個A跟3才是我們的主流啊 我的牌型 哇再加上去 喔4000 這樣一個葫蘆也能加到4000多 好耶 我們接受更多的小丑牌了 抵住上升 好就是我們關卡 來到了第4關 重點是我的錢會額外加很多對不對 哇 哇還有利息 26塊錢 錢直接變成50啦 那因為我現在錢好多喔 我就一直買 大買特買 喔這裡刷新的耶 這邊我買一個香蕉好了 那這裡我們來打一下 因為它的需求變得好高喔 9000 確認一下我們目前的牌組到底夠不夠強 那總之留3跟1 喔有兩張1 3跟1 再來一次 喔有囉 3 哇這樣子有葫蘆耶 葫蘆這樣好像不夠 但這是我們最後的器牌了 拜託了3 有了 nice 好的 這個很大喔 看一下這樣子這個額外的3條有沒有增加 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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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重點是 這100 12倍 欸有欸 哇 哇 直接1萬1 安全香蕉沒有滑掉 好強 好強喔 一發解決 好這樣 可是我們這樣錢最多也就12塊 而且還是我利息加了4塊錢 好啦 來囉要打Boss了 12000 好像沒問題 上一次體育中打過牌都不計分 啊 啊 等一下 上一輪打過牌 欸那我的鐵枝是不是就不計分了 真的假的啦 不會吧 那我可能先湊一下不同的牌型 銅花或是順子 喔喔真的耶 這邊不計分耶 這樣我的點數好像會少蠻多的 1張3 拜託了 沒有 哇 好像不太妙欸 我出牌次數剩 打完剩一次 沒有3我就完蛋了 我的3明明還有1張2張3張4張 抽不到耶 哇這個好慘 這樣子分數應該是不夠的 沒想到會不會抽大牌 抽不到嗎 還剛剛還賺20塊 我的幸運牌 5分15分之1居然都發動了 夠嗎 6000 欸夠耶 沒想到光這三條這個倍率上去居然還夠 好扯 我們狗過這一輪了 呵呵 好 所以我們想辦法再把牌弄得更好一點 再來下一輪 16000 看一下喔 33 哇 哇這個牌 太猛了 可是沒有辦法順便銅花 來囉 我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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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好多唷 欸它還有一個隱藏的是5條欸 欸5條可是我加強過4條比5條還強 欸怎麼還有5條 上面沒有寫的 因為我們這個不太像是正常的這個牌型 啊居然還有額外的5條 來吧看一下我們現在倍率變怎麼樣了 小丑牌更換過了 那我覺得這張很需要欸 這個讓我們底柱變好高 好再倍率 撐上去 撐上去 哇 哇 直接2萬7 好扯 好扯欸 我這個強度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到最後啦 而且就只4張 4張商就搞定一切 怎麼那麼好玩啊 難怪這個是極度好評 錢太多沒地方花 我們要重開了 我們來刷 啊這邊再刷一個 銅花順 還好用不到 我們的4條要等級4啦 哇這個等級不知道沒有上限欸 所以只加上去 很可怕喔 來我們下一個boss 方塊牌不計分 哇這個騎士方塊欸 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笑的狀況 是我打兩隊呢是20x2 但是我只打一張的話是35x4 我一張牌比兩隊還強 這個等級提升真的是差好多喔 我光一張牌好像會比順子還強欸 這是有強化跟沒強化的差別 只打一張9 這樣子 倍率 哦 哦 打一張9有3500啦 好扯 他這邊用後面牌加成都好多喔 玻璃牌 兩倍 那有四分之一會摧毀 跟那個香蕉一樣 這邊跳過的話 有一個雙倍標籤 可以複製下一個選定的標籤 這個我們現在盡量跳過好了 多跳過喔 倍率越來越加 那來囉 BOSS戰 只能打出一種手牌類型 是要一發定勝負嗎 只能打一次欸 所以要一次兩萬 那不是很適合我嗎 拜託來個3 我有這麼多3 有 哇3 3 3 AAA 這是我們最高級的牌型了 這個打出去是不算分 這個 來吧 這個基礎倍率 兩百一乘以二十二 就四千了 然後再加乘上去 那出來囉 一發定勝負 加二十倍 哇二十倍欸 這個 觸發幸運了 OK 這個 有多誇張 登登登登登登登 哇這個有五萬九 我們現在最強的實力 將近六萬 但是有一個幸運的狀況嗎 有囉 這輪我們打破了喔 好強 五萬九這個可以打到最後了吧 每次打出黑桃花色的牌 得分1.5倍 然後花色會一直變更 這個是稀有牌耶 1.5倍喔 這個這個 如果剛好來到這個梅花的話 而且它花色是可以重複的吧 這個好像很強欸 那這輪我們可以跳過 垃圾標籤 那沒使用的牌 會得到錢 得到十塊 來 我們魚 第一次出牌之後 抽到牌都是面朝下 欸這個面朝下怎麼玩啊 這個真的是 有點難 而且要七萬喔 哇 我一張三都沒有 這個 有一個葫蘆可以先出欸 呃這個 什麼都看不到 這怎麼辦 啥都看不到 這我猜 可能有三張三了吧 出不看 出不看 A系 A系放在左邊喔 這是Q欸 我的三還有C張 丟牌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顯示欸 我們確認一下喔 A還有四張 氣牌 欸有三欸 欸 現在怎麼看得到的 我在想右邊這兩張應該是三 沒問題吧 這個是六 哇 這個是六 對字反而更小 欸完了完了 真的不妙 我們要賭一把咧 賭一把了 這個是三吧 你是三嗎 這個 放在最右邊的 可能是二嗎 二的話 我還有一張 那有可能是這個 石頭牌欸 它也會擺在右邊的樣子 然後現在次數看不到 賭了 拜託你是三 去吧 三 三三三三三 喔有喔 有辦法嗎 三 加成 然後倍率 拜託了 唉唷 1.5倍 鋼鐵牌 12倍 1.2 這樣子 48,000 不夠欸 欸太難了吧 太難了吧 這個蓋牌怎麼玩 這個這個 沒想到這麼難 我們這個組合還不夠強 我發現這遊戲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提升我們牌型的等級 我把對子提升到十幾了 它的倍率比一個銅花順還高 而且因為對子隨便出都有 它只要兩張 那這個兩張呢 我這個隨便一下到底有多少呢 十幾的最強的 來看看喔 那瞬間還可以丟一些其他牌 出牌 這個倍率直接加加加加加 兩萬三 就是那麼簡單 我還不用湊什麼銅花 湊什麼順子 我就兩張牌丟出去 就兩萬三 我這個 玩得那麼辛苦 那不過這個牌型還是有一點極限 就是你要去強化你的牌 像有這個幸運啊 或是加一些獎勵啦 不然就是小丑倍率要去提升 不然因為它只出兩張 它這個有計分的點數 就只吃到兩張有點少 那我變成兩對反而變超少的 所以丟牌要稍微小心一下 所以我們這樣隨便丟個兩張 我就贏了欸 好扯喔 超簡單 這個前期遊戲 就是那麼簡單 但後面需求這麼高之後呢 我們可能要增加出牌量啦 不然就是卡片要再強化 不過我們這邊波克牌呢 它是可以鍛鍊的喔 像這個超猩猩 這個牌型出了越多次呢 就會加一個得分倍數在裡面 好像我的隊子已經出了26次 它就會加26的倍數 然後還有這種占卜師的使用塔羅牌 倍數就加1 那這個已經加到18倍了 然後還有我這個全形色相 就是特殊牌啦 所以這張也加28倍 然後還有這個增加卡牌之後呢 倍數再增加 就是要一直拿牌 我們這個隊子呢 也不擔心這個牌型的混亂 比起這個銅花順子 什麼一次條啊之類的 欸沒那麼講究 牌組的限制會比較少 不要拿到特定的關鍵牌 才玩得起來 打出隊子排行時 設定金額變成0 蛤 太針對了吧 等一下 欸不是欸 啊我也只能打隊子 還有這種針對的敵人喔 欸我覺得這有點誇張 不打隊子 我 我怎麼能賺到7萬塊啊 等一下 我這個 玩得了嗎 這個 我們打一個順子 只有這麼少 拜託了 倍率之神 倍率之神 再一次再一次 倍率倍率再一次 這樣子 2萬 我加了這麼多 我加成這樣也才2萬喔 那我現在只能湊出兩隊了 這個 倍率看一下 我們兩張鋼鐵牌 1.5倍 再1.5倍 再1.5倍 倍率 1 300 欸有欸有機會欸 我好像有機會會贏 等一下喔 我再一個兔胚 然後兩個鋼鐵牌 OKOKOK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樣子我應該會贏喔 哇 我真的靠牌的基礎能力 這鋼鐵牌現在對我來說很強欸 1.5倍 1.5倍就是2.25倍 有嗎 nice 這麼針對著場威 贏下來了 哇 這個遊戲需要多方練牌呢 這個 好扯喔 我的天 那我們終於來到第八大關了 就是最後需要到10萬喔 所有的牌卡不計分 直到賣出一張小丑牌 哇好狠欸 它這個限制 可以啦我留一張賣掉沒問題 可以可以可以 不會說太麻煩 哇哇哇哇哇哇哇 我這個三條變超爛 葫蘆變超爛 好 我們直接 兩張K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大的 當我把一件簡單的式 鍛鍊到極致之後呢 這個也是 普通 對子 然後 倍率 來看看 3萬 欸來了 我們的鋼鐵牌 這個紫色風蠟棄掉的話 會有一張陶牌 OK這也是拿牌 好所以這個花色 它大概有三種狀況 牌的類型 這個鋼鐵牌啦 什麼獎勵牌 透明牌 幸運牌 這個余者可以複製 上一張使用的陶牌或行星牌 那我們好像可以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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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就會再多一張這個 幸運的黑桃A 欸 欸 它怎麼沒有 喔有啦 它是變成陶牌給我 然後我再使用一次 NICE 好多黑桃A 我有四張A 來囉 兩張幸運的黑桃A 看一下 喔 20倍 OK 再來加成 加成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是多少 好像五六萬欸 可以喔 我們這樣的對子牌 還是可以打到最後欸 來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鋼鐵牌 這個打出梅花的話 會加四 可以用 有 OK 我們增加上來了 那差不多到最後了 我們來點玻璃牌 直接兩倍 這個有可能會壞掉 但是 來吧 玻璃牌 使用 然後我發現這個牌型 等級最高好像到十級 因為到十的時候他有一個成就跳出來 我們打他28次的這個對子 可以再提升嗎 看一下能不能突破上限 還是沒有上限呢 欸沒有上限欸 OK 所以這個一直強化下去 無敵的對子 來吧 普通的對子 它這有些可以慢慢強化的 這個真的好需要 這個就加29 啊這個加26 我現在隨便就四萬六 好扯 玻璃牌來了耶 應該不可能會壞吧 我們這邊來個玻璃牌 那直接兩倍嘛 那還不能兩對 好這樣子 那我們要刷到我們的特殊牌出來 直接就兩倍了 哇 這個倍率乘上去真的是很可怕 打個兩次就贏了 而且還是對子那麼簡單 來吧 我們要進入最後一關 翠綠樹葉的狀態 那要賣一張小丑牌 這該不會沒打一次 應該只要賣一次就可以了吧 那我們現在能賣的就是 這個 就可以賣掉 這樣子 我怕是每打一次都要賣一張 那就很麻煩 我們先來簡單的Q一對 加點石頭牌 倍數四倍 有喔 有喔 四萬五囉 等一下 這個再打一次我好像要贏了 幸運之輪 好來使用一下 會加嗎 喔有有喔 喔 我的超新星又多一個十倍了 這個簡單的十一對 這樣子應該就贏了喔 看一下 我記得還有張小丑牌是可以使用 這個沒有計分的牌也會算 分跟發動技能的 那個很適合我們 一直沒有拿到有點可惜 最後呢來了最強的玻璃Q 然後加上幸運的這個牌 來看一下囉 有沒有發動 去吧 發動兩倍再一次兩倍 哇 這個不得了 這個五萬 打三次對子 就贏了 我們獲勝了 哇還有無盡模式欸 欸我們這個狀態下 這個玩起來真的是好強喔 我們稍微看一下 無盡好了 這應該就是 這個不會有獎勵了吧 看一下能不能接收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對子流 到底可以玩到什麼情況呢 哇這什麼超級香蕉啊 倍數乘以3 只有一千分之一會摧毀 這個得毀得了嗎 一千分之一耶 這個太難了吧 OK 這個直接在三倍 我們要更強了 接下來這無盡模式 這個BOSS關要到22萬 直接是翻倍了 但是有那個香蕉 我們的分數 應該也是在翻倍吧 我們這個先這樣 可以嗎 翻倍翻倍 哇直接15萬 不是耶 這個滑膠太強了吧 活著一發解決 活著無盡模式 好像真的會玩到無盡耶 那BOSS這邊呢 基本籌碼跟倍數都減半 哇那這個好像會很難耶 但減半 喔喔喔喔喔 幸運A 三張幸運A 看一下減半之後 我們能不能 來個一發大的吧 看一下怎麼樣 有幸運嗎 20倍 然後有鋼鐵牌喔 加成加成倍率再三倍 9萬 我被它減半之後 還有9萬 來一個K隊 這個好像 倍率上去應該差不多囉 這一發 6000多 14萬 沒問題 無盡一輪結束 這看我們底座可以到多少 我們現在已經第10輪了耶 我們這一波很大喔 兩個玻璃牌 然後這個又可以觸發一次 有一個紅色風浪 那有兩張的鋼鐵牌 加一個石頭牌 來看一下 這個有多少 我猜至少應該有50萬吧 兩倍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倍率 這個倍率 喔喔5000倍 蛤 100多萬耶 欸 我超過100萬 剛剛那一發有100萬啦 這個倍率扯上去 好扯 可以耶 我們那個BOSS光好像200萬嘛 來來來 繼續強化我們的牌型 如果手上的牌至少有16張加強牌 再乘以3倍 我有29張 欸我超多耶 這個好適合我 來了 這一關 100萬 沒有問題吧 我們剛剛那一發就100萬了 花牌不計分 哇 哇 欸還有這種限制 讓我們的牌 有些強化都要放在別的地方耶 總之我們就先砌牌 然後刷到我們鋼鐵牌為止 那我有兩張 四張A OKOK 這樣子應該可以 簡單 兩張A 也沒有幸運呢 賺了20塊 然後兩個鋼鐵 OK 這樣的倍率 哇 3000多倍 97萬 這樣看起來我們目前的極限 應該到三四百萬都還可以 哇好扯喔 這個倍率這個倍率 誇張啦 第11輪需要720萬 這個 好像 有點勉強喔 試一下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鋼鐵牌 因為這個對子隨便湊一下就有了 所以我們只要有更多鋼鐵牌 來放個四五張 然後這個兩倍兩倍兩倍的 這個會很誇張 普通的一對J 來囉 四倍這個OK 鋼鐵鋼鐵 倍率倍率倍率 4000多倍 100萬 欸等一下不夠耶 100萬開始不夠了耶 等等耶 好像有點緊張了 這邊我要再把這個玻璃Q拿出來 欸這個有紅色風蠟 所以把它複製起來的話 欸不得了 這一波應該是大的喔 哇這個都可以跳兩次 然後有兩個鋼鐵牌 可以這一波很大 試一下 就這麼簡單的兩張 兩倍兩倍再兩倍 再一次兩倍 現在倍率 1000 1000 34 沒問題 沒問題 這個 我可以破千萬耶 這個 我再下一把破千萬真的是沒問題啊 來了這張復古小丑 我們現在已經有三倍的倍率了 一直跳一直跳 所以 倍率 這個看一下喔 我們這一大堆都是加倍率的 那抱歉了 我們超猩猩 像我們基礎倍率 應該還是夠吧 這個一直存下去 應該還是比較多 這個需要精算一下耶 但另外還有這個水花噴劍 打出牌都會計分 但是計分的話 會不會觸發它這個被動能力 不曉得耶 我覺得應該會 所以這個 試一下吧 拜託希望這個是有效的 我們下一關需要1000萬 那這邊跳過的話 手牌加3耶 這個 下一關是BOSS關 黑桃不計分 我們試試看 好 來吧來吧 1400萬 我們有沒有機會 然後來看一下我們的水花噴劍 到底能不能觸發這個特殊的玻璃牌效果 這樣子 有嗎 會加分 然後 看一下喔 有耶 有效耶 哇哇哇 那我的所有牌都能用了 我直接 469萬 我覺得我們這個對子牌 就是需要這種水花噴劍啦 這個花比較少牌的 你可是超強的高牌 也可以一張牌然後隨便湊 只要你的基礎牌很強的話 可以耶 水花噴劍算是我們關鍵牌 阿這樣我的黑桃A全都不能用 那看我們的上限又再提升了 的確只要把我們的牌 這個基礎牌再強化上去 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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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4百多萬 沒問題 3下4百多萬 他針對這個黑桃好像連鋼鐵牌都無效耶 我們需要分散風險 他沒想到他這個針對的牌居然這麼多種 可以喔 再一次再一次 這樣我們的石頭牌是沒有這麼必要的 喔來囉 六百多萬 過關 欸有解鎖禮卷欸 沒想到無盡模式還是有新東西可以解鎖 接下來第十二輪 一開始就要三千萬 BOSS要六千萬 這個試一下 簡單的一個對子 來來來 喔喔喔喔 欸 欸等一下怎麼那麼少 欸等一下我有弄錯了什麼東西嗎 會是我的鋼鐵牌太少了嗎 我們再試一下對子應該沒問題吧 看一下倍率 我剛剛太習慣這個一直倍率再一次再一次了嗎 這個牌我真的要複製多點欸 看一下 有了有了三萬七 一千萬 欸等一下三千萬有點難欸 突然覺得他的上限怎麼那麼高 我們接下來每輪都需要一千萬欸 這個來得及嗎 沒想到他這個range提升了這麼多 這個倍率倍率 欸 有嗎有嗎五千多 兩...欸欸欸 剛那波只有兩百萬 我們之前那麼多好像靠玻璃牌欸 而且麻煩是我們湊不出對子 我的對子必須花一張鋼鐵牌 完了 完了 這看起來我們的極限只能先到這了嗎 欸但我們這個組合真的是很強欸 這個倍率 已經很誇張了 我們就是要很多複製牌的 啊基礎倍率撐得太少了是不是 真的不夠欸 但是我們已經無盡到這麼誇張 最好的一手是一次一千萬 雖然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但這遊戲真的很好玩 難怪有極度好評 就是很爽快 然後就看那個數字一直成長膨脹 很好玩 那重點是他這個 開場有很多的排型可以去選擇 所以是有一些條件會改變 那就可以去玩不同的 Build 不同的牌組 然後還有新的道具 禮券什麼都會慢慢解鎖 哇這遊戲真不錯耶 那我們今天先玩到這邊 高一個段落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我們之後再玩一點別的流派吧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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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